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啊 最近这一两年呢 咱们也做了很多期啊 现在中国你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老龄化的国家 我的观点是啊 如果说这个人他减少了 人逐渐的流失了 那么 所有的所有的事情 就都没有意义了啊 经济不行了 然后房地产不行了 然后这个教育也不行了啊 包括军队啊 也招不到这个冰原了啊 学校里面也招不到学生了等等等等 其实像今天这句话题呢 还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延伸吧 或者说是中国人口减少的这么一个话题的 延伸 说起中国的这个人口减少吧 其实从2022年的数据我们能够明显看到一个人口啊 就是开始减少的一个拐点 上一次你可以说是60年代 其实60年代人口它是趋于平缓都还没有下降 那还是三年大饥荒 现在还没有出现大饥荒 人口就开始出现了减少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中国人口的减少 实际上这个事情从20年前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呢 刚好我也是20出头 当时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 20出头结婚的还都是比较少 都是在256278 基本上像我们这一代吧都是在256以后78左右才结婚 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 就是当时生孩子生的都是比较少啊 一般来说都是独生子女 或者说个别的在父母强烈的要求下 你再给我生一个 或者说投胎生的是女孩 家里呢还想在签个男丁啊 过几年然后在父母的支持下呢 又怀二胎 怀二胎的不多啊 不就说没有是不多 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每个家庭生两个孩子能够维持这个人口的持平 从20年前大部分的家庭不愿意生二胎就注定了20年后的今天 人口开始减少 只不过过去啊 这个人口红利啊 我们还能够看到 所以说在2022年之前没有人去留意这么一个细节 但是终于在2022年从数据上显示出来了 人口开始减少了啊 从20年前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结果而已 那至于咱们聊到这个具体的事情啊 昨天的节目咱也说了 山东的德州啊 现在有点想抓壮丁的意思了啊 就是说这个 年轻人啊 年轻男性 轻壮劳力啊 你得给我登记 你什么信息啊 健康状况 你给我登记起来 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得过去当兵去 你要是敢拒绝 啊 你可能就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一系列的麻烦 轻则你是罚款 下岗 失业 重则有可能把你抓去坐牢 那你看一看中国军队服兵役啊 从20几年前想去当个兵 都要走后门啊 都要花很多钱 比方说某些继承小干部 是吧 想给自己的孩子某个铁饭碗 为了让孩子去当兵花了十几万 真的不开玩笑 我老家那边当初真的有人花十几万 让孩子去当兵 在部队锻炼几年 然后我再给安排一个铁饭碗的工作 那这是当时当兵都要走后门啊 现在这个情况就慢慢变了 前几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说强制什么征兵入 我们还没有说一定要让你去登记信息 那个时候只是喊口号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 有的呢是把这个招兵啊 信息是在学校里面去招兵 这还不是强制的 直到昨天咱们讲德州啊 这个登记啊 这个信息 有可能就是说要让你强制去服兵役的这个事情啊 这就说明中国的军队啊 他这个兵员紧张 这个兵员紧张什么意思 是炮灰紧张 其实那些高官职位那并不缺 但凡当上一个小领导从连排开始 那都是各种各样的腐败 什么团级上的那各个都是非缺 你花个几十万上百万想留在部队里面去捧铁饭碗 想在军队系统往上爬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对于平民阶层来说基本不可能啊 平民阶层的命运就是说国家争招你入伍你来当兵 然后当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呢你去当炮灰 但是你要想在这个军队系统里往上爬 对不起啊 没有你的位置 现在的也不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啊 也轮不到你出英雄啊 我们看到从古至今历史啊 就是这个什么关羽张飞 又是秦琼程咬金啊 什么常遇春徐达随口念来这些历史流传的名将 这都是幸存者偏差 你穿越到古代 你就是一个在前头冲锋陷阵送府的小兵 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搞清楚这一点 现在是人口减少 冰原也紧张 这是人口减少的一个体现 那么人口减少另外一个体现是什么呢 也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呢 是什么呀 学校也开始 招不来学生了 或者说 招来的学生 这个大大减少 或者说报名的有多少 但是来报到的 很少 咱们来看具体的事件的是山东 立民职业学校 咱们可以来过一过新闻啊 被称为是全国首家民办医学院的 山东立民职业学校 今年9月1日开始后 近千名新生没有报到 已经确认啊 880名已经录取的新生退学 有800多名 是退学 这几乎是本年度招生学额的一半 计划招1600人 但是呢有800名没来 这对于学校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上我发表我的观点 咱们稍微把这一个 新闻简短的过完啊 这里能够看到这个学费啊 一年是 16000 16000 这是很高了 普通老百姓 一年交16000 压力也很大的 自身是民办医学院的 山东立民职业学院 曾经因为收购 原军队医院 大规模扩展校区 民造一时 但高昂的学费和两年 在校教育的 粗制滥造模式 最终也是导致其声源迅速萎缩 一个教育行业的教授 他是这么说的啊 现在国内就业困难 即使是公立大学的硕士 博士都很难就业 而民办高校的 低教育品质 和高昂的学费 注定会导致这个局面 他说现在国内啊 卷的厉害 你读到硕士 博士什么的 找工作也不是太容易 尤其是在中国 相对绩效一类 都是比较歧视的啊 如果说现在就业成问题的话 那么就肯定没人上了呀 然后呢 这里就聊到我刚才提到的观点了啊 现在新生儿出生率断崖式下降 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幼稚园 生源不足的问题 这意味着 今后的大学生也在萎缩 将在12年后迎来断崖式下跌 对啊 关于这个幼儿园生源不足呢 是什么情况呢 之前我在国内待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担心啊 我的孩子出生之后 听说这个孩子上学很难呢 我们是外地人呢 我们不是本地人呢 他们都优先照顾本地人 我们外地人又要收很高的学费 后来出国一段时间之后呢 国内的朋友就说了 现在这个学校的幼儿园 招不满 学费也降了 生怕你把孩子送到其他学校去了 那你想想 前几年啊 那还是三年前左右 说国内的幼儿园已经是招不满了 那么你想想 再过 十几年 这个高校 他在招生这一块 将会出现一个 断崖式的下跌 然后再关于学校那些腐败呀 捞钱呢 这也不用细说了吧 胡心一语 哎呀 这些事情你说都是血连淋的呀 还有我 朋友的儿子 他跟我去爆料 说在 河南的学校啊 武汉的学校 都有学生莫名其妙的失踪 这都是跟钱挂钩的呀 这个学校你收高王的学费 你赚学生的钱 还则罢了 家里人 弄吧 把这个学费交上 让你赚这个钱 但是除了这个本分钱之外 还要在其他领域 在其他产业链 比方说在器官这一块 去开辟新的利润空间 这就令人发指了啊 那再扩展稍微聊一聊吧 以前 在2000几年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就掀起了一股风啊 全国很多民办学校到处在抢学生 到处在卖录取通知书 因为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呀 一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很有面子的 所以说呢 就想让孩子上大学 但是大学又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够考上的 怎么办 就出现了一个行业 叫招生行业啊 就是联系一些学校 走后门 找什么主任 或者说是什么副校长 甚至说校长之类的 你能不能给我多开一个班 你能不能给我印几十个这个 录取通知书 你找几个老师搞一个专业啊 然后呢这个录取通知书 我给你5万一个 我专售往外卖10万一张 一个班二三十个人啊 二三十个名额 我一个赚5万 这一单生意 就能赚100万 而且当时这个生意特别的抢手 很多家长他们为了让自己 能够去学校里面就肚肚金 10万啊 甚至说20万 买一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运气好的 在一些什么二本的学校 给你多加一个班 是我专门捞钱的 你的孩子呢 进到这个学校里面 好歹也是一个正规二本毕业 但是被那些什么民办学校给坑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 虽然好听 但都是野鸡学校 被这些学校给骗了 那都是十万八万的骗的 有些家长知道被骗了 还不好意思 就干脆让孩子你就在这地方待三年吧 你是混也罢 你还在玩也罢 是吧 我给你生活费 你混三年 你再回来 你就毕业了 咱们对外都不要提 打落门牙往肚子里面验 这说的就有点多了 聊到一个当年的这么一个招生行业 学校都是为了挣钱的 为了挣钱的 当初在2000年左右 那个时候是一个教育大跃进 这个私立学校 从初中到高中 然后到大学 也就是伴随着我成长的这一代 我到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私立高中 我到大学时候就出现了民办的私立学校 私立高校 就是为了赚我们这一代人的钱 那么现在30年河东30年河西 现在人口面临一个减少 老龄化的中国 再过个10年 再过个10年年轻的人口将会大大的减少 不管说是你部队你招不到兵员 你得去抓壮临 这是强制的 但是你学校你没办法去强制的把人招过来吧 你坑蒙拐骗 我们学校好 学校庙 学校呱呱叫 到时候很多人就务实了 我去蓝墙技校学个挖掘机 我学个炒菜吧 我学个电汉吧 对于十七八岁的人来说 学一门蓝领的技术 傍身 这是很有必要的 就是说你这一生你未必一定要靠这个技能谋生 但是呢 你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上一个技校花个一年两年掌握一门技术 十七八岁那是学东西最快的时候 什么理发学校 你这个理发你这个推子 剪刀啊 你这个给别人设计发型 你搞得非常利索啊 这是不是有没有手艺 走遍全世界你可以有碗饭吃啊 有碗饭吃 你会炒菜 哪个饭店不招熟食啊 你菜炒的好 进去一颠锅一颠勺 炒的菜很好 你先不管味道怎么样 老板看你干活是像个样子 像个把式 你也能赚钱啊 什么开挖掘机之类的 啊 又说跑题了啊 说人口减少 啊 就是说当以后人们逐渐为了生存开始务实的时候 这些高校他们也就逐渐的招不到人了 到最后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 说预测吧 预测就有点远了啊 嗯可能就在未来三五年吧 这些学校将会 大规模的倒闭 说倒闭不太好听啊 你比方说在西安有某些民办学校 搞得特别漂亮 但是后来呢 他这个学校他招不满了 一空就空整栋教学楼 以前是两栋三栋教学楼 现在呢 一栋都是空的 或者说是两栋都是空的 怎么办 得想办法把这些教学楼给处理出去啊 不处理出去 维护都是成本的 那到最后会不会因为这些原因 导致学校倒闭的呢 这就有点意思了 就值得期待了啊 好吧 早而言之还是那句话 人口老龄化 新生儿减少 人口逐年减少 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就开始逐渐的萎靡 萧条 各行各业 你跟别人聊什么话题 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可能都是消极的 信息比较多 那好吧 今天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希望能够点赞 订阅小铃铛一键三连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